本以为郑爽推出娱乐圈后应该会风频浪静一段时间 没想到郑爽忽然被前男友张衡 爆出来1.6亿的天价片酬 涉及应要合同偷谁漏税 紧接着郑爽就被调查了 不过郑爽倒是很硬气 还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 自己愿意接受并配合 只不过郑爽虽然很淡定 但娱乐圈其余的明星可就不淡定了 根据数据显示 郑爽出始之后 已经有不少明星关联工作室都进行了注销 这种行为不由得让网友开始纷纷猜测 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隐情 难道说这些注销的工作室都涉及到税务问题 不过除了说税务之外 网友还有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明星的高薪酬 因此近日 不少网友对于一些高薪酬的明星态度都不怎么好 就连老西谷张国立都没能避免 张国立作为一个老戏骨 除了说在儿子的问题被人吐槽过之外 通常都因为敬业和精湛的演技 被不少网友所敬佩喜爱 可是这样哪个演员却因为一条动态 评论区陷入了舆论之战 前两天张国立深夜发表动态 晒出了自己凌晨四点钟收购的照片 配文说记不清这是第几个大夜班了 这样的配文加上明月当空的图片 让不少人觉得她言语中 颇有一些抱怨的意思在里面 虽然在评论中 有不少人提醒已经不年轻的张国立要注意休息 但是更多的评论关注的却是高薪酬 觉得张国立的这种发文真的是矫情 和一般的人比 她的薪酬可是丰厚的很 如果自己能有这样的薪酬 就算是熬夜通宵也无所谓 当然也有人觉得张国立是老戏骨 就算是日薪百万都觉得值当 要抵制的话 也应该抵制一些得不配位的流量艺人 并且安慰张国立不要理会键盘侠 更有甚者觉得皮肤无罪怀必其罪 觉得张国立在北京的豪宅太打眼了 这就是一种罪过 张国立所居住的小区名为紫玉山庄 地理位置在北京的四环里 旁边就是著名的鸟巢和奥森公园 这个小区的绿化做得很不错 并且小区里面还饲养着天鹅 羊驼 小鹿之类的动物 可以说这里堪称是北京的桃花园 并且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 这里既可入室退时 也能过上隐居的生活 而张国立在这个小区中 可是拥有一栋面积高达1000的豪宅 据悉该豪宅的费用高达1.5个亿 从各方面来看 该豪宅就像是皇宫一样的华丽 这么奢侈的豪宅 也难怪会有人说怀必其罪 不过张国立并非是第一个 因为郑爽而遭殃的明星 比如极客俊逸 因为武艺期间一句 你们放假我上班的言论 被网友炮轰 这是拿着高额的商业薪酬 秀存在干 郑爽的前男友张汉 也因为在节目中说自己一天拍戏23小时 被网友吐槽 一个一天几百万进账的人就别卖惨了 易能静也因为在综艺节目上表示钱不好挣 被人喊话 明星不好挣钱的话直接改喊好了 各界正双高薪酬的事件出来之后 娱乐群的明星们一个又一个都因为发布工作动态 或者是关于薪酬相关的问题而被嘲讽 即使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来 明星和普通群众之间收入的差距 已经让双方产生了多大的矛盾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会有这么多人呼吁 要整盖娱乐圈的高薪酬状况 但是想要改变这种情况 估计也并非一日两日就能解决的 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 这个行业内部的规范和实际行动的实施 那么对于这件事 你的观点和看法是怎样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